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娱乐聊天室 我们这一期的聊天室呢 请到的来宾是我们上一集在调那个 偷山的阿倩老师 大家好 我是战志比阿倩老师 阿倩老师 自从上一集那个偷山播出之后 你知道娱乐爽爆的粉丝团 讯息被塞爆了 因为他们很想知道 你掉头山的那个毛沟到底是怎么防的 可不可以今天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那一天我最主要是用蚯蚓毛沟 还有混合种毛沟 那今天我们阿倩老师也非常专业的带到这么多工具 今天不是要做手术 对对对 感觉是像做手术 感觉好要开始做手术 其实不是我们是要防毛沟 那那个蚯蚓毛沟呢 他需要用到的工具有哪些 那基本上就是绑制台 嗯 绑制台 再来就是 截线器 然后呢 这个截线器很特别的 它的形状为什么这么特殊啊 对 这是专门的器具吗 对没错 它是专门在绑毛沟使用的 蛮多种外形 还有这种外形 不同的尺寸耶 对对对对 那我是用小的 小的就可以了 OK还有 然后当然剪刀 剪刀 对对 然后呢 EV胶跟EV灯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 就是绑制线 绑制的线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这两个口 必须要是陶瓷的 陶瓷的 哦因为线很细嘛 对不然容易会磨断 哦了解了解了解 那接下来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蚯蚓毛沟 它需要用到哪些的材料 材料基本上是有专用材料 像这种 感觉很像蚯蚓一样 嗯嗯 对那 所以这个是 毛沟专用的 蚯蚓材料 对对对 不是真的橡皮筋 就对 嗯嗯 橡皮筋是这个 其实 橡皮筋也可以啦 橡皮筋也可以 只是说它的 在水中的蠕动的感觉 不会比这种的还好 哦对 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比较硬耶 对 这个专门的材料 其实它很飘逸耶 好像那个 它水里蠕动会比较自然 对 好像那个用过飞楼 哈哈哈哈 非常地柔顺飘逸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还有哪些 嗯那当然就还有钩子 管副钩 四号五号左右 这些就可以绑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铜珠头 对那现在是不是开始示范说 我们怎么样绑这个专门好够 首先我们把钩子拿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铜珠头给穿进去 穿过去之后就把它固定在 我们的绑线器上面 对固定好之后就拿起我们的这个 嗯 绑线器 对绑线器先绑个几圈 先让线固定 然后就把尾巴剪断 那因为那样铜珠头会滑动 所以我会稍微让这里 多绑几圈 对多绑几圈 那后面当然也要绑 因为让钩子上面有一点点线的话 它比较有阻力 嗯 那到时候在绑的时候 它不容易滑来滑去 哦 那一直绑到我需要的位置 然后再绑回来 通常我是习惯会打一个结 嗯 就先打一个结 先打一个结 先打一个结 好 是不是太快 哈哈哈 真的 还没有看清楚 那 就已经打完结了 做一个慢动作 直动动作 慢动作 大家看一下 绕一圈 绕两圈 往下推 放开 一拉 就直了 哦 之后我们就会 把这个上面的 蚯蚓 拔一根级 对 用剪的啦 你要拔 对用剪的 用剪的 剪一根级 对 这个像我们刚介绍的这几种材料 包含蚯蚓的身体 这个都是一般外面买得到的吗 其实这种东西 你找到外面找到类似的都可以来用 哦 如果你 如果你真的没有 你用橡皮筋 也可以 对 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很像 圣诞节那个 哦 对对对对 哈哈哈 圣诞节或者是我们在买 买礼物有啦 不是说外面绑一圈那个 嗯 那个铁丝其实有点像 其实毛锅绑枝最有趣就是 你自己可以去找到 生活上可以用的一些材料 在绑的时候 大概从铜猪头的位置 嗯 对 铜猪头 大概留个大概两到三公分 然后先绕一圈 绕的时候不可以太用力 因为它很软嘛 对它非常的软 如果你太用力的话 会被这个线给割断 嗯 绕个两圈之后 绕下方 不要在上面 嗯 绕下方 绕下方 对 然后 然后 刚刚上面绕的那两圈 只是让这个蚯蚓的固定 对稍微 稍微固定一下 对 然后我们换个方向 再绕 对 让它本体稍微固定一下 嗯 对 然后最后 多绕几圈 嗯 固定一下 那越绕越多圈的话 当然就越很固 那不加本体的话 我们通常就直接 从这里开始绕 不过这个 在绕之前 要先把线收尾收到后方 嗯 收到后方 要先收到后方 所以在绕的时候 要先收到后方去 嗯 因为待会我们的躯体会 绕到后部 后半部 所以我们在后半部 后半部 其实绕这个也是有点止滑的作用 对 那就会开始这样绕 哦 把那个蚯蚓的身体绕在钩子上 对 对 绕出来之后 收尾固定的动作 那当然一样是 不可以拉 撈的太用力 因为它这东西很容易断掉 嗯 对 然后 最后 多绕几圈 然后再做 用那个 节省器把它 打结了起来 把它打结了起来 对 OK 对 好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有自己在绑毛钩的 一般都会买一个 这种 绑勾器 对 那通常我会先剪掉 哦 举一段自己觉得 对 我觉得适合的长度 因为 不需要这么长 对 对 剪断之后 我等一下再做这个打结的时候 其实也会比较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把它打结 OK 结的地方也是打在后面 对 要打在后面的地方 多打一次 再打一次 那打完之后 我会通常会上 EV胶 嗯 因为EV胶 如果没上的话 嗯 它的这个 肩固度不够 对 打两个结 对 你要打三个当然可以 然后呢 转过来 嗯 那我的EV胶在这里 嗯 我会再打结的部分 上胶 其实EV胶除了固定之外 它有没有其他的功用 有的人会拿来做毛钩的 曲体 透明的部分 因为它干了之后 会变成透明色的 哦 对对对 那就是 一个液体 然后透过照EV灯的方式 让它凝固起来 对对对 我的认知是这样子 没错 OK OK 所以它落水之后 这是属于成型的毛钩 对对对 成水型的毛钩 所以它下沉的速度比较快 那一个是有铜猪头的嘛 对 一个是没有铜猪头的 对那 当然啦 因为它是属于 没有味道的东西 嗯 所以原则上 我们在做钓的时候 要先找到鱼 是 因为它没有味道 所以你要抛到附近 让鱼看得到 了解 那它才会过来吃 今天我们应该不只介绍一种 没错 对 介绍完那个 没有变化的秋鱼毛钩之后 我们介绍一个 变化型的毛钩 对 就在躯体上面加 加一些装饰 让它更明显 所以前半段那个铜猪头固定 那个是一样 对都是一样的步骤 那这个刚刚是用 蚯蚓去绕圈圈的 那现在不需要了 那现在是要直接 轻轻的往后绕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 要加躯体 所以我让它轻轻的往后绕 不要把它这个绕断掉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 加强它的躯体的部分 所以我们先拉出来一小段 是 然后一样先把它固定上去 然后呢 好了之后 大概剪个需要的 因为剪掉需要的 长度 对 然后开始绕身体 然后就这样 对我们就 就把它身体的 绕到前方去 然后还要再绕回来 再绕回来 对因为我们等一下 打结的部分 线现在是留在 勾尾的部分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绕回来 到勾尾 才能够怎么样 最后收线 对收线 那先把这个 多余的部分剪掉 剪齐吗 对 其实刚刚忘了跟大家介绍 它后面这个堂皇 其实是可以固定这个的 哦 了解 对 好 然后一圈 两圈 好 一次 我发觉是 发觉这个解是半扣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有人 其实有人会用这样子 手的方式去 用手的方式 对 所以这个辅助工具 只是让你更容易打结 对 你的位置比较好控制 你的位置比较好控制 因为这个算大型的毛钩 有的毛钩很小 你一定要用这个 对 这样就完成了 对那当然还是要上一点 一笔胶 因为怕线头的地方会松掉 了解 就可以了 因为它主要是让它 固定线结的部分 对对对 其实你不固定也没关系 那你就多打一些结 只是我怕它有时候会松脱掉 是 对 很明显跟我们刚刚的 是不一样 变化型 对你看它身体更 而且它身体的 躯体部分会有一点 反射亮光 对那可能也会吸引 鱼的注意 对 了解 那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阿仙老师呢 来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 上次钓那个大头伞的毛钩 对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请阿仙老师 来多上几次节目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就跟 喜欢钓鱼的朋友 打个招呼 好 OK 娱乐爽爆 送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